第一个就是我会先呼叫 我刚刚的删除旧工作表 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有旧工作表我就删除 但是如果没有旧工作表 我就什么事都不会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这边我旧的这现在有旧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呼叫它 其实这边可以有个关键叫Core Core旧工作表 把旧工作表给删掉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增加新的工作表 并且这个下面的部分的话就是 一样跑回圈 这个for I等于第二 因为我上面有一个标题 第一列标题 那第二列的话呢 一直到什么呢 曲折1的最下面一列 也许我现在往下跑 OK 然后去侦测说总共有几列 再来的话呢 去抓到什么 一个X一个Y 这个是额外写的 这个SY主要做什么用途呢 去抓到那个你第一个X是指的是A栏 类鼓名称 B栏的话呢 是抓到它的网址 网址 OK 所以类鼓网址先抓过来 再来做什么呢 这个底下就是新增工作表 并且重新命名 再来就是把资料给下载下来 不过特别注意 扣那个股市下载 这个地方比较特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呢 可能要修改一下 那个股市下载 这个后面呢 我有传递一个引述 一个参数过来 在这个UIL 分号后面这一串 其实关键就在这里了 也就是说要把这一串 怎么样 改成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呢 看一下 我在云端上面 我把它写成一字 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把它传给 这个我看一下 我这边有没有 这一串 修改这一串 那我们名称的话 干脆直接改成 传递过来一个网址 所以我这个刮虎后面呢 加上那个网址两个字 网址 OK 那丢过来Y 它就是一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 它接收到了 我必须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UIL 分号后面 所以请你把这个后面呢 怎么做 第一个先把这一个网址删掉 第二个的话呢 后面串一个什么 AND 串接 空一格 把那个网址两个字 带到这个底下 带到哪里呢 带到AND后面 空一格的地方 就是 它会传一个网址过来 那我就可以收到 另外 那个底线 这个前面的空白 不能拿掉 也就是AND 那个网址 它就会怎么样 动态的去抓 动态的去抓 所以关键在这里 主要是UIL的变更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应该这样OK了 那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我不是建议你可以 设中断点 再来跑 比如说先删掉旧的 这边设个中断点 执行它 它会 游标记得放在 批示新增工作表与下载 直接执行 扣什么呢 删除工作表 所以这边的话 我按了8号 主行 它就会帮我把旧的 先给删掉 旧的蛮多的 直接执行 让它跑完 跑完之后 停在这边了 再来什么呢 它就会从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可能是第34列 然后去抓资料 所以在F8 往下跑 抓到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什么呢 我们游标放上水泥 跟水泥 这个类别的网址 OK 抓到之后的话 那并且呢 我要先抓到资料了 我知道 它的那个名称 跟它的网址 再来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它重新命名成水泥 再来呢 这时候我需要 去把资料抓下来 资料抓下来 因为下载股市资料的方式都一样 所以我call call的过程当中 顺便带给股市下载 这个程序 一个网址丢给它 对不对 所以call F8 跳过来 这个网址顺便带过来给它 那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我们其他都一样 它只是说 把那个网址带过来 都丢给UIL这边 串在一起 OK 其他的话没有变 那web table也是第九个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 refresh 这个background query 就是去背后帮我抓 OK 抓下来了 抓下来之后 一样 把第一栏删掉 就是 这有个colons colons 1 delete指的是第一栏 把它删掉 autofit指的是什么 自动调整栏宽 然后游标放在A1 然后跳梨 又回来了 所以我们已经把水泥 这个类股 抓下来 并且放在水泥的工作表里面 OK 第二个 再来一样 新增 食品 一样去 再把食品的网址 带过来 所以带到股市下载 然后再来就是往下走 一样把资料给下载下来 OK 然后删掉 一样是在删掉第一栏 autofit 然后换下一个 依此类推都一样 所以底下你可以中段点拿掉 其他就让它自己跑 这个时候 它就会一个 一个 一个的帮我们 从Yahoo股市里面 总共有33个类股 全部都会帮我们把它抓下 全部抓下来之后 它又回到第一个 告诉你已经全部抓下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只是说 因为之前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可能会怎么 会不知道它现在跑到哪里 所以可能会需要给它一个进度 大概跑到哪里 让使用者知道一下 所以我在这边 可以多写一些什么 比如说一些讯息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 像我刚刚有demo一下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 需要让使用者知道说 现在跑到哪里的话 那我可以 直接类似像 我刚刚demo 就是你可以跑一个状态列 不过那个状态列 难度比较高 需要做个表单 我想这个部分 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试试看 就是把刚刚的这个部分先完成 特别注意 我的第一列 是有资料 类鼓 这个都有 其他的话 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 在云端上面 把P4下载工作表 这个部分 呼叫的时候 可能我原来的 股市下载这边 我有做一些修改 干脆我把这一段 也把它Ctrl C 先把它放在云端上 提供给各位参考 一样把它放在 批示新增与下载的下面 那给各位去做一个参考 这边 直接贴到下面 两段 OK 这个是股市下载 试试看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 只要是 它是公布在 那个网路上面的 那你有大量的 这个网页 里面 网页里面有Table 你就可以自动的 去把它抓下来 这个方法 我想应该 大部分的网站都适用 少部分的网站 应该会有问题 因为 如果牵涉到 需要更新之后 才能看到资料的话 那这个方法 可能就不适合 试试看好了 就不适合